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我是Vincent Hello,我是Christy 今集真人真事,英国富豪有钱佬,变卖资产,离开英国了 今集的影片比较长进一点,麻烦大家了,要看到结尾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成功的故事 英国有一个人,他自小读书不成,经常徒学 他出生于贫穷的家庭,低下阶层 他说他父亲是做工厂的,他形容他 他母亲是做清洁的,就是洗厕所做清洁 他哪里出生呢?他住在伦敦南部 一个市镇那里,是住公屋的,他形容自己是住公屋的 他说他出生是卑微的,他十五岁左右 他经常徒学,读书不成,那怎样呢? 他跟着师傅去做学徒,而是去做什么学徒呢? 水猴佬,水猴佬是plumber plumber,就是英国的水猴佬了 水猴佬不是做水猴的,他是除了水管接驳之外 是做煤气接驳的,以及懂点电的,一定是懂点电的 煤气最主要是煤气接驳,水猴接驳的工程 这个就是当事人,像个Lott Stewart这样的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又很出名 有个歌星叫Lott Stewart,他去过香港的 他的造型很像他的,因为他为什么呢? 原来他七十一岁的,这个人 这个Benny,这个Benny是他的 他不只是Benny,他做过Rose Royce的 以及住豪宅的这个人 喂,Wincent,关我鬼事吗? 他发了嗒,他穷人出身,发了嗒,那怎样呢? 关我鬼事吗? 先听下去,我讲他的故事 是跟二英港人将来是有些关系的 这个亿万富豪,现时他有140Mbps 他是水猴佬而已 的英镑 现在是英镑,为了港资多少? 你当他十算,就是说他是14亿身家 这个水猴佬,是英国最有钱的水猴佬 他在英国这里 不过他也有说,他是出身卑微的 而且是曾经住过一些很嘔心的政府公屋 变成一个这么有钱的水猴佬 为什么呢?他现在说他要离开英国 这个企业家决定带走他的钱,就离开了 离开他去哪呢? 这个亿万富豪,他的名字叫Charlie Charlie 他就说了 他受不了这个工党 英国的新任政府工党 他的新的加税政策 他说他知道,他收封了 说这个工党准备加税 可能加税就是这个遗产税了 有报道就是说 他担心了资产增值税,CGT 那样东西他是很害怕的 以及这个遗产税 因此,Charlie就决定了 就卖走了他那个牌房 他那个福息单位在哪里呢? 那个豪宅 原来是面对着泰吾士河的 我看过那篇文章和一个短片 原来是看着伦敦眼的 是近到无得再近的 是可以看烟花的,他的牌房 那价值多少钱呢? 他卖出去 原来是12个Million pound 如果十算,即是为港元 是1.2亿港元的 那便卖去了 成功卖出去 那好了,他说 他甚至乎 就割走了英国的银行户口 割走了 他说,所有户口都不爱了 在英国这里,割走了 一个都不留了 一个不留 离开英国 那其实我想补充 他说遗产税有机会 是会扣到50% OK Charlie就担心了 他说遗产税有可能 可能 因为这件事未证实的 所以 他说有可能是去到50% 即是 直接是国狗菜 我们俗称叫做国狗菜 国一半 国一半 那Charlie就担心了 所以他就卖掉了他的东西 什么都卖掉他 就包括了他住的银行户 我们刚才所说的 1.2亿 卖掉了 好 我们讲讲Charlie 他没有读书 读书不成 很小了 就跑出来了 15岁 离开学校 他就跟了师傅 而师傅带他入行 而师傅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Charlie 不要读书了 读书出来 明天找不到什么钱 你跟我入行 就做水喉帐 我们水喉帐 不过他是学徒制 他跟了师傅 跟了师傅 跟了师傅 他跟了多久呢 他由15岁至19岁之间跟他 那么多年里面 他一直跟师傅 还有他有进修 直到他后来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注册了 订阅了的 他的工程 以及热计 工程 后面写着 注册了 有自己的店铺 那么Charlie 就跳出来自己搞了 他已经有时间了 又有经验了 他知道如何运作 他自己就买了一个货车 接着越做越大 越聘越多人 有成几十人跟他找食 最主要是做伦敦的 OK 以及伦敦意外一点点 他有自己的公司名字 Pimico 后来他越做越大 信誉很好 而且他的组织人员 全部都有牌子 所以在英国这里 如果你做水电煤师傅 一定要拿牌子 一定要注册 OK 你累积了经验之后 你在英国这里 是找到食 这张照片小小 他是站在一个露台拍摄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用1.2亿港元 就卖了出去 这个Pimico 是看着泰吾斯河的 他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 是很大的 他的Pimico 是几千尺的 那就卖了去了 他放了上网 没多久就卖了出去 那这位Charlie 他说他小时候是很穷的 一天只能够负担到吃一餐饭的 嗯 他也形容自己住的那些政府公屋 简直是嘔心的 哈哈哈哈 他又想起他以前小时候 出身卑微的 嗯 他有形容过 他父母是做一些很低下层的工作的 不过呢 所以他小时候 要发奋图强了 他父母很开心 他发了财 都关照家人的 是啊 他说之前他是没有钱的 他做学师的时候 他说他尽量去存钱 去存钱去买他的那些价餐 即是想吃价餐 你会说他住豪宅 卖了出去值1.2亿港元 喂 香港也很多 都能卖到这样的价格 有什么那么奇怪啊 Vincent 过亿而已 香港也不止 很多都过亿 半山区那些 是吧 是 我明白 但是呢 你要再看这里 他的公司呢 有几十架车的 他说他家公司那些 只是那些货位 即是他的朋友的 他朋友的车牌的号码 因为是私人设计的 就是说他的号码很有意思的 全部号码都有意思的 是价值1.5亿港元 即是为港元 是价值1,500万港元 只是那些车牌号码而已 我想说一下 因为有些车牌号码 你用了 你设计了自己的号码 第二个是不可以copy你的 不可以的 是独一无二的 即是譬如什么 I love you 一会儿又说什么 Made in UK 即是那些很特别的号码 你是独一无二的 是吧 可以很贵的 是吧 他自己私人订制的号码 那些车牌号码 价值就是这么贵的 1,500万港元 查理他的公司 他的Vincent 其实是很多架的 这个是Bennie Bennie 那些车牌全部是独一无二的 连他的车牌也是 CH4RLE 即是查理 好了 他将他的公司卖了出去 他卖了多少钱呢 是145,000,000,000 即港元14,500,000,000 如果你实算 是否夸张 他的公司这么值钱 OK 他那个年代 他是给谁啟发他呢 原来戴卓尔夫人 啟发了他的 他的口头禅 是要改革 一定要改革 以及 要是白手卿家的 他现在做到了 是不是 原来他的朋友 是Simon Carwell 以及Dame Joan Collins 另外要补充 他说原来Tom Jones是他邻居来的 不过这里没有说 他有一条短片 他有说Tom Jones是住在他旁边的 真的入正题了 Charlie 他卖了他的生意 就是他这间公司 刚才我们说过 他是2023年卖出去的 他在公司卖出去 是赚了145,000,000,000 即是为港元十算 是14,500,000,000 他卖了他的生意 就把那些钱搬去杜拜和西班牙 搬过去 为什麽呢 因为他不妥 这个司己言 工党首相司己言 他的加税政策 未来后月在讲加税 虽然说加税 他还未出实际加多少税 不过Charlie就很醒目 他不知在哪里收到封 他应该收到的封 是割韭菜的 所以他将他的资产 就尽量卖就卖了 OK 那间公司就值那麽多钱 就搬去西班牙和杜拜了 我们要补充一下 他因为真的不满意这个司己言 他这样加税化 这样割韭菜 他就说他甚至乎 连英国的户口 所有都割了 不保持了 即是割了 不保持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西班牙 为什麽他要搬去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有浪当的 即是非定居身份 那样东西 是豪比那些有钱佬 那些富豪的 即是你住不够某一个日数 你不需要交海外资产 你只要交西班牙的资产税 就可以了 那杜拜又是了 很多富豪走去 放些钱在那个地方 还有保住那些资产 西班牙很出名 有一个地方 是叫马比尔 马比尔 这个地方 连西文卡尔 都在那里买豪宅 那些豪宅 不是真的叫豪宅 其实是超级豪宅 是叫Mansion Mansion Mansion是最大的 其次下一级就叫Villa Villa是小一点的 再下一级就叫House 所以你要分清楚 超级豪宅 通常我们会叫做Mansion 因为它太大了 英国很出名的 那个节目主持人 裁判 那个做judge 那个叫Simon Carroll 他就在西班牙 马比尔那里 是有他的Mansion 那个Mansion 很大 整个皇宫这么大 就在马比尔 对着海岸 又有游艇 很多游艇都在马比尔那里 很多超级富豪都喜欢去西班牙 马比尔那里买豪宅 超级豪宅 还有游艇都在那里 所以Charlie就选了 去那个地方投资 买物业 我们首先预测一下 政府会加些什么税 是预测 我们戴定头盔 这些只不过是预测 不过说很有机会 说很有机会 第一样就是遗产税 他说预测 政府是会加这个遗产税的 第一个 还有降低门槛 另外他会缩短立遗产的时候 即是那个生前立遗产的人 还未死的 是了 那他就会缩短那个免税的期限 嗯 令到更多人会跌入他那个税网那里 因为缩短了他的免税的期限 对不对 第二行就是这个capital gains tax 即是这个资产增值税 工档现在正在考虑 他会取消免税津贴 兼且以前免税的资产 未来有机会是要交税 嗯 挺麻烦的 你想想 如果他买了这件事 真是这样做的话 不过他这里没有写 我看到他增加他的资产增值税 至少是增加到40% 甚至乎会去到45% 嗯 有传言是这样说 说会加到40-50% 传言 未确实 不过 已经吓得有钱人 马上卖了东西走 是的 因为现时现在交的是20% 嗯 还要看看你如何持有资产 那些资产 我们要补充一下 因为你不同情况之下 去拥有你的资产 你扣的税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 不过他这里就说考虑了 就是移除你的免税 免税的免税 你想想都挺麻烦的 之所以有钱人就决定离开英国 因为最主要是 capital gains tax 和这个inheritance tax 是最要命的 嗯 好了第三 就是说pension 就是退休金了 他们就说有可能就会改革 就将它变成flat rate 所有人士都要交33% 他这个改革的33% 可能变相是没有以前那么划算 可能变相是交多了税项 嗯 是的 因为33%都挺多的 你听一下 大哥 是不是 以前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 现在他都说可能会改革 他说改革 改革可以改高 改低 是不是 我就这样看 这个33%都挺高的 是啊 他想征收多些税 就是老人家都不放过 因为这个是退休金来的 第四行就是business rates 商业差响 做生意的人 一见到这个商业差响 就头痛了 有些就不用交的 如果你的租平 租平某一个位置就不用交的 不过呢 工党说要改革 有可能就不是用租金计 可能就是用你福地的地皮 价值 嗯 那么很多人会中招 这样搞法 是啊 因为以前是根据你的租金的价值 去决定交多少钱的地税 现在变成是根据你的地值多少钱 可以是很贵的 那么就是说 无一行年 有些那间店铺在一个很优质地段 原本以前是不用交的 因为租平 因为它很小的 可能只有100尺 可能只有200尺 整间店铺 是不是 因为租平了 不用交的 但是它的福地是贵的 那么如果它这个实施 这个商业差响一家 但是说是用福地的价值来的计算 很糟糕了 那变成有机会是 原本不用交地税 就变成有机会要交了 嗯 所以如果做生意在英国这里 你真的要很小心 这件事真的会随时摇摇 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真的 好了 印花税了 那么政府或者会转型 以前是征收印花税 因为根据你的物业的价钱 的买卖 来根据属于哪个层的 来征收印花税 是不是 那么现在它可能会改为 那幅地 那幅地的 那幅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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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改化 很多人都会中的 这个税收 那和现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说 是多少个% 如果它跟回来的 地价值 可以是很贵的 是啊 不过现在很初步 它现在这样计算 这件事真的还未实施 好了 跟着就是 council tax 就是我们家里的差响 基本上在英国 任何人 无论你租屋也好 或者买了房子也好 是走不掉的 一定要交的 除非你住劏房而已 劏房通常是包装的 但是如果不是的 那么个个都要交的 租楼都要交的 OK? 暂时这里就写 就说没有什么会更改 嗯 但是有可能 将来可能会 它会有些改革的 那怎么改革呢 现在还未知 嗯 很多网友就说 喂 很多方法可以避税 请税务专家 叹的税务专家 那么它有办法教你如何避税 合法地避税 没错 是可以的 不过我想问回你 这9500个富豪 将会离开英国 在今年里面 他们有没有办法请税务专家 以他们的财力 这群富豪 有没有办法可以请一些家族基金 即是成立家族基金去管理他们的资产呢 他们当然有 他们一定有想过 你想想 好像Charlie 那么有钱的人 十几亿身家 为港元 有些没有那么有钱的 也有几亿 不然你怎么叫富豪呢 有些人比Charlie 有几十亿身家 离开英国 好了 这里 他说 最厉害的是中国 中国 最多人离开的 其次就是英国 你说夸不夸张呢 即是离开英国 Half a million 将会离开 在这四年里面 五十万个有钱人富豪 未来的四年是将会离开英国的 直至到2028年 他计算出来 这些富豪 他没有想过做一个家族基金去管理他们的资产呢? 他们一定有想过 他怎会没有想过呢? 聪明的税务专家 你以为他没有请过呢? 一样有请过 那为什么呢? 他计算出来 他们将会离开呢? 计划离开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新任的工党想尽办法了 去堵塞灰色地带 他们避税的灰色地带的方法 尽量去堵塞他们 让他们全部跌入他们的税网那里 让他们无路可逃 你明白吗? 之所以为什么他们计划离开呢? 打算离开了 离开英国了 因为他觉得没什么前途了 再留在这里 所以他们计划离开了 连税务专家他们找过都搞不定 问题是这样的 是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避无可避了 他计划这些规条 嗯 所以呢 我就告诉大家 你也可以继续在英国生活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交多些税而已 未来的将来交多些 你避到的便避 避不到的话 是有心理的准备 是接受英国将会越来越重税 比现在越来越重税 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了 OK? 就是这么多的 你不介意便可以 你不介意便可以 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查理就说 现在英国的有钱人 富翁 就用脚去投票 告诉你 他的脚是最诚实的 那些有钱人的脚去哪里 就告诉你他的钱去哪里 查理就很老实的 即是说身体是最诚实的 那脚去哪里 那些有钱人你跟着他去就对了 查理现在就说 他们的脚就代表了他的投票去哪里 查理就代表了 把这些钱去哪里 他已经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查理有钱人 就走了去西班牙和杜拜 那脚就告诉你 他把钱搬走 总之你刮他 他就走 那些有钱人 很老实的 因为他们全部有后代 有子女有后代 他一定要留钱给他的子女 如果你这样刮他 你工党这样刮他 他就不行了 他一定会走 那现在这些富豪 那脚是最诚实的了 那大家不要骂查理 不要骂他 查理他这一身人 他说他已经给了12亿港元 120... 超过... 个million pound 在他这一身人里面 他给英国政府 所以你不要说查理那么狠心 他是做他的公民里面的责任 不过他说到他这个年纪71岁了 他一定要留些资产 留回对的资产给他的子女 以及给他自己享用 所以他不要给你割韭菜 他就决定去杜拜和西班牙 搬走那些钱去那两个地方了 趁你这个工党未加税之前 因为工党说下个月月 准备宣布加什么税行 刚才我们说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查理 不要说他贱格 其实他很好的这个人 这个有钱佬 还有他真的做回公民的责任 是不是 他一天在英国这里 他都交足税 他说他交了120个million 大哥 12亿啊 只是交税交12亿 你说他多有钱 你想想 好了 我们来一个总结了 大家觉得查理这份人如何呢 你觉得他如何呢 这个富豪 他决定就卖了些东西 卖了已经赚了钱了 14.5亿港元 为回 离开了 去杜拜 以及去西班牙 是的 因为西班牙有非定居身份的优惠 我讲过的 对上几条片 我讲过的 杜拜不用说了 是低税的国家来的 杜拜 他决定用一脚来告诉你 有钱人富豪 刚才也看到的数据 9500个富豪 今年离开英国的了 数据没得骗的 OK 还有 未来四年 继续也会有富豪离开英国的了 他计算是有50万个富豪 未来四年 是不断搬走他的钱的了 基本上没有情谈的 你觉得查理做得对不对 他交了这么多税 交税也交了12亿 在他人身里面 他做的人版告诉你 他是一个穷小子 住公屋长大的 摇身一变了 做到一个超级有钱佬了 在这个水猴佬里面的世界里面 他在英国是最有钱的水猴佬 现在不是水猴佬 他是企业家 已经是夸不夸张 值不值得大家学习 其实移英港人 如果你的孩子长大 你可以学查理那样 读书不要紧 读书不要紧 你最紧要有一门手艺 你的那门手艺可以带给带到人的 又可以带到自己的 当然我不是说千包单 你可以像查理那样聪明 但是三餐、四餐、五餐无忧的 可以做水猴佬 可以这么出色的 其实水电梅师傅也可以很厉害的 在英国这里 有时还好过做律师 好过做医生 好过做会计师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查理真是很厉害 很成功 他这个人很成功 铁一般的事实 八手兴家 我觉得查理 这个人真是很值得尊敬的 我觉得查理 是的 我也想补充 查理说他是很恶英国的 不过现在因为税收太厉害了 他逼不得已是要离开英国 他开到名字他不喜欢的施己燃 工党新任手上施己燃 他开名字不喜欢他 他的政策 国韭菜 就是我说的国韭菜 因为他现在摆明是收割你这些有钱人 还有是收割那些勤力的人 是在英国这里 是惩罚一些勤力的人 你令到那些人懒 因为我不想那么勤力了 我越勤力就越让你剁得入 是不是 我找那么多钱做什么 让你这样剁下去 是不是 喂大哥你这样国法 他的脚就告诉你 有钱人要去哪里 是的他真的强调 他说他是爱英国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都很爱英国的 我们很爱英国这个地方 因为英国 他其实是不差的 不过无奈政府就真的不太行 无论上一届的保守党 以及刚刚这届的工党 直到来我都不太开胃 我对他们做事的手法 尤其是他的政策 他的政策真的不太行 他保持不了那些有钱人 以及那些职人 这些就是职人 查理就是人才 又是职人了 交足税 是不是 富人税 他是交 他也是决定要离开 他不是他 有9500个富豪 在英国准备离开 今年 还要是 未来到2028年 还有四年时间 不断走 刚才也看到了 还有50万个富豪 准备离开 未来的四年 你想想现在是否严重呢 当然是很严重 是很严重的 大哥 不是唱衰英国 英国的富豪 他用行动告诉你 他的做法是怎样的 其实最主要我们想说 就是交代一下 现在英国的形势 就是有钱人有什么决定 嗯 就是了 现在看看工党 有人说工党不行 就换过下一个 大哥 你换来换去都是这样的 你不是没换过 保守党没有换过吗 你会说 如果工党不行 就换过下一个 是不是 他们会喜欢的 换来换去 上一任 保守党换了五个首相 换来换去 人换着的烂灯盏 没有一个好东西 换来换去都是垃圾 好了 现在到工党上任了 你说如果私企业不行 就换过下一个 下一个你就知道他好东西 换来换去都是这样的 其实基本上 好像越换越衰 他整个党都是这样的 根本是 你在一堆烂铲里面 找一个好铲 你根本整箱铲都是坏的 是不是 现在越换越差 其实他们的政策 我真的觉得很不定 所以如果大家不妨下底留言 讲讲你对Charlie 有什么东西的 你可以下底讲 还有在英国这里 就是告诉你 原来 你的一门手艺 是很重要的 在英国这里 一个很有型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 这个Charlie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给个like 我们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like 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麻烦大家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可以join 我们的YouTube会员 会有独家影片 好多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